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米罗 圆和 咱们说皇帝内经教给我们的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智慧 所以我们通过皇帝内经的学习呢 首先要把自己的身体养好 身体以什么为基础呢 我们说至少要把气血养足 气血呢是我们身体的根基础 那就好像一部机器的电能 如果这部机器电能不足了 弱电运行它总归是没有好状态的 所以我们人也不要弱电运行 一定要把自己的气血给它养足 皇帝内经说 血气不合 疾病变化乃生 所以我们身体上如果不把这个气血养足啊 各种问题就开始发生了 我们今天就遵循着皇帝内经的指导 来看看气血该怎么调补这是非常实用的 我们先从气来说起 在皇帝内经里面讲呢 气为血之率 好 那我们就了解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 就是气呢是统率血去运行的 所以也就可以理解为气能推动血液运行 那气是什么呢 气是一种动力 有了这种动力血液循环才能比较充分的运行全身 那如果气虚了呢 其实身体的动力就下降了 所以朋友们我们先来做一下检测 看看我们谁是存在着一个气虚的状况的 那气是动力 动力下降了 人就会表现出一个字来 好 朋友们我们有没有感觉 有的时候哎呀 泛懒不爱动 我们观察身边的朋友们 有没有特别泛懒的人群呢 这个气虚了 动力弱了 人本能的就不爱动了 那运动以后会觉得特别的累 不爱做剧烈的运动 甚至到最后呢 一点微弱的运动都不想练了 就想坐在那休息 能做的就不站着 能躺的就不坐着 这就是气虚人的标志 所以这是第一个懒 那懒的第一个层面就懒得运动 但是一直这么懒下去呢 懒到最后啊 这个气虚的人啊 说话都没劲 他不爱说话 说多了会累 好 这个情况下就成了懒得说话 我们留意身边人有没有这样的呢 也会有的 对不对 那再一直发展下去 好厉害了 气虚的人啊 懒得理你 因为他没有动力 没有太多的精力去关注外在 所以气虚的人会有懒的状态 懒发无力 懒得说话 懒得理你 好 这是第一个标志 第二个标志呢 气虚的人啊 脸色都不会太好看 那我们就会发现 有很多朋友啊 脸上啊暗黄之色 也就很多女士 我们形容她叫黄脸婆嘛 好 这种情况我们要注意了 其实这属于气虚了 气虚呢 就代表着这种 更主要的是脾气虚的一个成分 脾主黄色 脾虚了 脸上泛黄 然后这个气呢 因为它是动力 所以我们就会发现 内在很多动力的状态下降了 比方说脾胃的动力弱了 吃了东西呢 不消化 容易负胀 没有胃口 食欲下降 一说吃饭吧 哎呀 有精神压力 这个 所以一定要注意了 这也可能是气虚的一种表现 吃点东西 胃就胀胀的 哎呀 这就是它不能韵化 不能消化了 动力弱了 再有呢 我们还会表现出气虚的人容易大便 唐息 总是不成形 哎 这个平时呢 容易困乏 总是犯困 春困 秋乏 下杂盹 睡不醒的 冬三月 老是没有精神 然后老是这个脑子呢 是不太那么有动力 也表现出容易健忘 记忆力减退 好 这一类的情况 大家留意 有没有 那有的话 我们就要去补气了 补气怎么补呢 所以我们要注意 这个气的层面 在皇帝内经里面 涉及到很多重要的脏腑 比方说 这里有肺气的概念 那肺主一身之气 撕呼吸 所以如果肺气不足的人 他肺主皮毛嘛 他表现在皮肤的状态上 他抵抗风寒的能力会弱 动不动感冒 这也可能是肺气虚 抵抗力差了 那肺主呼吸 哎呀 容易咳嗽啊 哮喘呀 呼吸道的问题 这也可能是肺气的问题 那还涉及到脾气 脾气虚 好 那我们就要注意了 那脾主肌肉 那就涉及到 哎呀 没劲了 没动力了 不爱动了 好 这就是我们刚才 大多数的症状都在描述这个脾气虚 它是气虚的一个主流 那还是一个肾气虚 肾气虚的人就容易腿脚腹肿啊 这个腰酸腿软啊 这一类的状况 好 这些都属于气虚的范畴 所以我们补气 至少涉及到调补肺气 健脾气 补肾气 那这里面关键以谁为主呢 以脾气的保养为主 所以我们教给大家这么一个东西 这么一个食材呢 又能补肺气 又能健脾气 又能养肾气 那就是我们说产自大山里面的药 这个药是什么呢 山药 所以山药我相信很多朋友啊都会吃过 对不对 山药这个东西呢 它使人强壮 长气力增肌肉 所以我们建议所有气虚的朋友们 坚持吃上一段时间的山药 但是吃山药是有讲究的 我们吃什么样的山药 怎么吃会好呢 所以我们就要了解 山药啊 大家去菜市场会发现 这里面呢就有很粗的那种山药 那种吃起来脆脆的水分很多 还有一种呢是很细的山药 吃起来呢口感是面面的 那我们吃哪种呢 记住了 要想健脾补气 一般是用这种细细的面面的山药 俗称铁棍山药 为什么叫铁棍山药呢 就是因为这个山药的皮上呀 有很多红色的一些斑块 好像那种铁锈的锈斑一样 这叫铁棍山药 那我们怎么吃它呢 好多朋友可能经常有吃山药 比方说我们煮山药粥吃 我们山药炒菜吃 我们拿山药蒸着吃 对不对啊 北京的小吃叫做糖葫芦 糖葫芦有一种呢 就是山药的糖葫芦 这也是很好吃的一种 但是怎么样吃能达到最好的健脾补气的功效呢 给大家分享一个小秘诀 那就是煮水喝 大家试过山药水吗 山药水呢 我们每次用新鲜的铁锅山药半斤 好 那给它洗干净 最好不去皮 把这个皮带着 那有同学可能对这个皮过敏啊 可以把皮去掉 这个新鲜的铁锅山药半斤 给它洗干净 切成丁切成块切成片都可以 然后给它来煮水 煮开以后呢 再煮半小时到45分钟之内 那我们每天喝上两三碗这个水 山药也可以吃 重点是喝水 这个山药水啊 有很好的长气力 健脾胃 长肌肉的作用 我有一段时间在锻炼的时候呢 我每天要喝上两碗山药水 我会发现 这个力量的增长是很明显的 连续喝了一个月 身体有一种膨胀感 这个肌肉呢 有一种胀胀的感觉 就总想去去举点铁 要举点更重的东西 哦 我觉得这个山药 这个东西不得了 后来推荐给很多气虚的女生 你看有很多女生 真是容易气虚的 气虚以后啊 泛滥乏力不挨动 熬的女生一来练瑜伽 练一个最简单的瑜伽 都觉得哎呀 哎呀太累了 太乏了受不了 但是让她喝了一两个月的山药水以后呢 哇 来了以后就问你 哪节瑜伽课强度最大 她就去练哪一个 这就是山药水的作用 它能健脾胃 长气力 所以朋友们 这个山药 煮水 喝起来 那平时呢 我们也可以在山药水的基础上 可以再延展一些 比方说山药燕麦来煮粥 山药大米来煮粥 这都是极好的 在饮食中呢 把它增加进来 除了山药以外 饮食上还有什么是补气的呢 那比方说 像我们经常给大家会讲到的黄旗 黄旗补气 这个效果是很好的 那黄色入痞 黄旗呢 重点是健脾补气 像很多脾胃虚的朋友们 刚才我们说懒得运动 懒得说话 懒得理你的人 连续喝上一段时间的黄旗水 就感觉 这个劲还是上来的挺快的 所以很多老中医啊 管它叫做小人身 所以它有人身的功效 但是要注意啊 它有人身的功效 它补气来得很快 很好 但是它的问题就是 它的火气也很晚 所以我们正在上火的朋友 不要喝黄旗水 所以任何的食物呢 都有它的偏性 这些药食通源的食物啊 都有它的偏性 大家掌握这个原则 你比方说 如果你正在便秘 严重便秘的朋友们 尽量不要吃山药 那如果你正在上火 上火的朋友们 不要喝黄旗水 掌握这个原则 那就没有大问题 那这个黄旗呢 如果你没有上火 你想喝 又担心上火怎么办呢 可以在黄旗 一般用三到五克 那可以配上一点菊花和蜂蜜 比方说五克的黄旗啊 配三克的菊花 然后开水闷泡十分钟 水温了以后啊 再对上一点蜂蜜 这个黄旗蜜菊水 这个就是有很好的一个补气 但是有不容易上火的一个作用 好 这就是我们说的饮食的补气 那还有一个细节我们要注意 穴位方面 我们再给大家分享一个专门补气的穴位 这个名字都带着补气的概念呢 人家叫气海 我们想想这个名字厉不厉害啊 气不足了 好 咱们以一个海洋的气来给它补进去 所以气海穴是补气要穴 气海穴在哪呢 我们来找到它 它就在旗下一点五寸 这个旗下就是肚脐嘛 对吧 肚脐向下一点五寸 一点五寸怎么量呢 用我们自己的手指 两个手指的宽度就是一点五寸 所以旗下一点五寸 就是这个位置 就是我们的气海穴 我建议但凡气虚的朋友们 经常呢去揉气海 这个气海怎么揉呢 就是用我们的大鱼剂 大鱼剂揉最后的位置 轻轻的按住气海 好 然后这样轻轻的揉动 轻轻的揉动 揉的时候呢 一不要太快 快为泻 慢为步 照我们这个原则 轻轻的揉动 但是力度呢 要稍微的能把腹部的软组织 给带动起来 尤其是很多气虚的人啊 这个地方要么凉 要么僵硬 要么有结块 好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给它经常这样揉动 把它有结块的紧张的部位 揉松散 把它凉的部位呢 给它温暖起来 就这样慢慢的揉 先逆时针 揉三十六圈 再顺时针 揉三十六圈 好多同学啊 都纠结于是个 先逆还是先顺的问题 没关系 关键在于揉 所以我们顺序没关系 不管逆还是顺 只要我们向一个方向揉完了 再揉另一个方向 这就叫平补平屑 是比较稳妥的 好 所以这个揉气海 我们经常可以这样揉一揉 睡觉的时候呢 也建议大家 以一种补气的方式来睡觉 就是把手掌搓热 手掌搓热了以后 就这样轻轻地搭在气海上 然后闭着眼睛去睡觉 这个过程中 就是有温补气的作用 好 这就是关于气的一个保养 那我们说气血 气血 我们补足气以后 再来看一看血的问题 所以这个黄帝内经说呢 补血气为先 所以我们就要在补血之前 先解决气虚的问题 那气虚的问题 我们解决了 我们看血的问题 好 那血虚会有什么表现呢 大家一起来跟我做一下测评 血呢 它运行全身 它承载了氧气啊 营养啊 供给身体的各个脏腑和器官 所以当人血虚的时候呢 那我们首先呢 就会表现出一个最扁形的特征 血是什么颜色呢 血是红色 对吧 所以我们就会表现出红润 大家留意呀 我们自己的气色怎么样 脸上是不是有红润的光泽 纯色红润 对不对呀 但是血虚的人呢 因为血少了 所以这种红润之色就简单了 所以表现出一个概念来 就是白 血虚的人 第一个关键词就是白 哪里白呢 面色苍白 咱们中国人呢 是以白为美的 都说一白遮三丑嘛 但这个白 首先我们讲的白 不是说血虚的白 是白里透着红润 这是健康的白 但是有很多女生 这个白啊 是白里透着白 就好像一张A400纸一样 那就麻烦了 这叫苍白 这就代表血气不足了 血虚了 好 血虚了 脸色苍白 但是我们讲有三白的概念 大家自我评测一下啊 除了脸上的苍白 还有唇色的蛋白 这个口唇 你看我们嘴唇的皮肤 它是很薄的 对不对呀 所以它透出血色来 如果你血气充足 嘴唇就是红润的 那所以很多女士 为什么喜欢把口唇 涂上红嘴唇呢 就是因为它红好看 红是健康的美 所以当我们血不足了 这个口唇就蛋白了 这个是藏不住的 所以大家注意 口唇蛋白 这是第二白 那再有呢 如果血少了 我们四肢 末梢循环就会减弱 所以手指的血液 循环就很少了 所以你看 最顶端的这个指甲的颜色 指甲后面也是肉色 所以如果血少了 指甲也会表现出苍白 那我们可以做一个检测呀 我们就来压一下指甲 你看一压指甲就变白 然后你手起来 它是快速的就恢复红润了吗 如果恢复的很快 没有问题 有很多女生啊 她压下去是白的 起来以后还是白的 半天才恢复这个红润 这就代表你已经血虚了 所以注意 血虚的第一个概念 三百 第二个概念呢 它会有麻的感觉 这个麻呀 容易手脚麻木 好多女生一在 经期前后 或者是在劳累之后 或者情绪波动 哎呀 这个浑身麻 没劲 然后这个口唇麻 哎呀 大脑发懵 你要注意了 麻 就是血虚的表现 那排除颈椎病啊 什么腰椎问题啊 它一般就是血虚的表现 所以我们留意啊 经常好多同学啊 在这个练瑜伽的时候 盘腿缠坐 腿盘久了 哎呀 特别难受 怎么难受呢 麻的慌 为什么麻的慌 因为血受的压迫过不来了 但是当人血虚的时候呢 血不足 所以他一眼麻 你没有压迫他 他一眼麻 因为他 循环不畅了 所以大家注意 麻也是一个关键词 再有更普遍的一个关键字 那就是愚晕 哎呀 这个经常从这个低位到高位 我们坐着呢 一起来 哎呀 头晕眼花 有没有这种状况 很多女生都有这种状况 那我们在练瑜伽的时候 好多人从 从这个前驱 起到直立 哎呀 有的人直接就倒过去了 为什么呀 容易晕 这是血虚导致的这种气血 供应不上来 所以血虚的人 白 晕 麻 那这个女人以血为本 所以女人如果血虚了呢 就会有各方面的表现 比方说气色特别差 哎呀 这个容易头晕 容易健忘 然后 立架出现问题 那立架的颜色浅 周期短 量特别少 这个首先是气血的 不足的表现 那我们就要给他补血啊 不气刚才我们讲了 要吃山药啊 吃黄芪 那补血我们吃什么呢 补血呢 可以说有这么一个食材 是女人们一般都必备的一款食材 叫做当归 当归同学们有用过吗 那我们建议啊 女士们呢 可以家中常备当归 我们也可以看到 几乎在菜市场也都可以买到当归 所以它是我们平时日常生活中 非常常见的一个食材 它是药食同源 又能当药 又能当食物 好多女士呢 会拿它煲汤 当归这个东西的特点呢 是又补血又活血 所以拿这个当归啊 给它每次可以三到五克 配大枣两枚 来开水闷跑十分钟 当水喝 这叫当归大枣茶 可以健脾胃补气血 好 这是不错的选择 还有呢 我们再给大家分享一个四红茶 红色的食材啊 有很多是能补血的 因为血色就是红色的吧 所以推荐 红枣 桂圆肉 枸杞 红糖 这四样呢 像桂圆肉 红枣 枸杞 构五克 红糖呢 大概一两勺 来开水闷跑十分钟 这个茶叫四红补血茶 也是不错的选择 所以我们血须的朋友们 就可以试着用这些来调补这个血气 那我们气须可以揉气海 那我们血须有没有血海呢 还真有这么一个血味 血须血海血 所以朋友们在掌握这个血位 那就完美了 所以这个血海在哪里 它在我们的膝关节内上方 那膝关节内上方怎么找呢 其实就是我们整个膝关节这个冰骨啊 它是一个椭圆形的骨头嘛 就找这个冰骨的内上角 内上角向上梁三横指 内上角向上梁三横指 它在大腿的内侧内上方 三指外就是这个血海血 其实这个血位啊 大家留意 我们怎么找它更简单呢 我们就盘腿坐下来 那我们手就这样自然地搭在我们的膝盖上 手心对着的位置 一般就是血海血 大概在这个位置上 那我们平时怎么去按摩这个血位呢 我们就用空掌的拍打方式 轻拍 连续拍五到十分钟 不要太用力 轻拍就可以 它有一个疏通气血 补血活血的作用 好 那这个一定要注意 拍打这个血海血 经期运气不要操作 掌握这个原则 其他就没有大问题 也尽量在上午啊 中午啊 这个阳气比较充足的时候 夜晚呢 尽量不要去做敲打 好 这个血海血 健脾补气血 也是不错的 所以这个气血的朋友们呢 用气海血 血血的朋友们呢 用血海血 但是我们会发现 紧接着另一个问题产生了 那有没有气血两虚的呢 一定是有的 就像我们刚才罗列的这些症状里面 一定有朋友是又有气血的症状 又有血血的症状 对不对啊 那气血两虚了怎么办 好 怎么办呢 很简单 气血 气海 加血海 气海补气 血海调血 那我们再给一个气血双补的药穴 这个穴位呢 是脾胃经上的一个重要的大穴 也是长寿宝剑第一药穴 它叫足三里 我想说这个穴位 大家一定不陌生 我们都太熟悉了 因为这是地球人都知道的一个穴位 这个穴位呢 它有很多的好处 但是它最重要的好处还是在于见脾胃 为什么要见脾胃呢 因为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头 脾胃是气血生化的根源呀 所以只有把脾胃功能好了 我们吃了所有的食物才能转化成气血 所以我们气血两虚的朋友们 气海穴加血海穴再加足三里 足三里在哪呢 外吸眼 我们找的还是这个冰骨 冰骨的外下角 这有个窝 这就是外吸眼 外吸眼向下量四横指 也就是三寸的位置 好 第四指下 我们按啊 这个地方是肌肉鼓溜溜的地方 这就是足三里 你可以揉 你可以敲 这样去敲打 先左后右 各敲五到十分钟 古人说 长敲足三里 圣吃老母鸡 这就是我们气血调补的一个重要的血位组合 所以对于《黄帝内经》来说 他指导我们人要健康起来 该怎么样健康起来 这个健康是有次第 有顺序的 第一步先要把气血养足 所以朋友们 抓紧 按照这里面给到的方法呢 我们去调补气血了 气血充足 我们才能 电能充满元气满满 这样呢 才能有势 有能力 有能量的 去开创我们的人生和美好的事业 好 这就是《黄帝内经》 给我们一些实用的指导 记住它 就到这里 圆和